截止到我录制这一期视频的时间 我的短线收益率是33.88% 我的目标是截止到今年年末达到40%以上 首先恭喜我的会员频道的朋友 特斯拉两天时间从212涨到了267 涨幅超过20% 作为特斯拉信仰股投资者 我在213的时候提醒各位抄底 我也同样买进了大量的仓位 账户一再创新高 两天时间跟做梦一样 睡觉可能都要笑醒 两天前录制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的短线账户还是33%的盈利 没想到两天以后 我在做后期编辑的时候 这个账户直接实现了今年的盈利目标 超过40%的盈利 达到了44% 希望各位都抓到了这波特斯拉的福利 大家我是Mike 在上一期内容里面 我们分析了解读中概股何去何从 如果说你还没有看这个内容 建议你好好看一下 抓住中概股难得的报复机会 但是记住风险和回报是并存的 今天我们再回顾一下美股历史上 从上世纪1950年开始到现在 2024年以来 历经了12次牛市的规律 来看一下接下来面临美国大选 以及大选之后的美股如何操作 第一次是1950到1956年 二战以后经济繁荣持续6年 涨幅是267% 第二次是1957到1961年 美国消费经济发展再来的持续4年 涨幅是86% 第三次1962年到1966年 低利率促进持续时间4年 涨幅80% 第四次是1966年到1968年 由于政府增加支出 持续两年涨幅48% 其实这几次牛市相隔很近 中间熊市时间很短 这个主要是根据大盘的下跌来判断 第五次是1970年到1973年 经济复苏的影响 持续了三年涨幅73% 第六次是1974年到1980年 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 总共6年牛市涨幅126% 第七次1982年到1987年 由于里根总统的经济政策 降低税收和监管 推动企业盈利和市场繁荣 持续了五年增长了229% 第八次1987年到1990年 持续时间是三年 涨幅65% 然后就是第九次 1990年到2000年 我们80后很多人都经历过 互联网泡沫时期 只不过那个时候 大家可能没有什么资金去投入 科技股的飙升推动 持续了这次十年的牛市 涨幅是417% 第十四2002年到2007年 房地产泡沫之前 由于房地产的推动 持续了五年 涨幅是101% 第十一次2009年到2020年 金融危机以后 牛市持续了11年 涨幅是400% 这一次得益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技术进步和企业的持续增长 是历史上最长的牛市之一 那么中概股会不会有同样的表现 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环境 所以不能进行有效对比 但是上涨的速度 很可能中概股这一次表现呢 也是让人心跳的一个走势 几家欢喜几家愁 每股投资亦就是这样 那我们再看第十二次 就是疫情之后 牛市2020年到2021年 属于一个短期牛市 我相信身边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个牛市 并且受益 我就是之一 尤其特斯拉 真的让很多人实现了 提前退休财务自由 我也是从此以后呢 开始定投特斯拉股票 策略也很简单 我一直强调就是定期投资 就长线投资 退休账户 策略是非常简单 就是跌的时候买入 就是大家恐慌的时候你买入 每次大跌都买一部分 然后就忘掉这件事 这个就是价值投资的操作方法 那我们正在经历的美股牛市 是从2022年10月开始 当时标普500指数 从低点上涨超过20% 就标志着这个熊市结束 牛市开始 所以从美股历史来看 美股牛市的平均时间 是3.8年或者是45个月 如果排除短期熊市的时间 在牛市中间的这个影响 那么可以认为 美股牛市最长期是1982年 到2000年这个时期 是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牛市时间 持续了18年之久 从1950年到2024年 美股牛市平均时间 是5年到6年 具体统计数据是6.6年 这个判断依据是从大盘市场低点 然后上涨最好20% 这个增长速度来计算 并且回调呢 不会跌于20% 就不会超过回调20% 然后为回调依据 那么按照平均时间计算的话 根据美股的历史规律 这次牛市也才走了两年时间 还有最少三到四年的牛市时间 所以从这个时间来看 现在进入美股还不算了 还能赶上这些都是牛市的福利 而且今年大家知道是大选年 按照美股在总统大选年的走势规律 通常下半年涨幅更大 第三季度的收益率是最高的 平均收益率是6.2% 历史上这个时期 也就是大选时期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尤其是11月选举后到年末 美股走势都有比较好的表现 如果你还没有开通美股账户 又不想错过这一次美股牛市 接下来三年的机会呢 你可以用我视频下方链接 开通美国版的富途账户 我的频道的观众 现在有个超级加码福利 就是用我专属链接开户 可以获得15股赠股 然后再加一股英伟达 具体就是入金5000 拿15股赠股 然后再加一股英伟达 需要通过指定下方链接 在活动期间完成开户入金 才能领取 新客开户就可以参与TestSuite 闲置资金呢 可以达到最高百分之8.1的 现金利率 支持随存随取和自动交易结算 除了美国的用户以外呢 加拿大的朋友福利非常好 可以用我这个链接开户以后 任何入金都可以享受 6%的现金收益 入金2000可以获得200现金券 转仓1万也可以获得200现金券 转仓50万的话 你就可以领2300的现金券 另外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新加坡的用户 都可以用我视频下方链接开户 享受美股这一轮牛市的高额回报 那么接着刚才美股牛市周期的规律来说 从历史数据推断 尽管美股还有最少三年牛市的时期 但是牛市也不是一帆风顺 大家不要认为牛市就是一直涨 它停不下来 不是这样的 它每天只涨不跌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股市每天的变化 才是这个股市永恒不变的一个特点 中间肯定有机会回调 让我们上车 而且熊市的特征就是20%的跌幅 那么大的回调也许是5%或者是15% 但这些正常的回调缓冲 都不影响它接着向上攀升的一个走势 理由如下 美联储降息的进一步推动 从通胀数据来看 目前美国的各项就业数据和非能数据 都在为民主党的大选做铺垫 尽管最终能不能帮助哈利斯 当选美国第一任女总统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这些数据都在稳重向好 而且美国近期公布出来的这个信息 经济衰退的可能性非常小 经济复苏的迹象非常明显 即便出现经济减速 也是得到大选结束以后 明年年初或者是到明年底 才有可能出现 到那个时候 对于我们操作长线来说 价值投资来说 绝对是一个绝佳的买入机会 那么我也及时会在会员频道发布 all in 就是价值投资 你可以买入的这样一个比较大的机会 这种机会历史上不多见 那么从第三季度的公司财报来看 大部分公司的财报都是好消息 证明美国的这些大的科技企业 领涨股市几乎是没有悬念的 而且大家需要明白一个基本概念 就是畅衰美国经济 看熊美国股市的那些什么经济学家 随着美国经济和股市的长盛不衰 不断的啪啪打脸 美国金融和美元一直处于世界的统治地位 美国科技发展至今引领世界 美国军事领先世界 意味着世界格局还是美国主导 保护私有经济是以上的基础 而且我们所谓的投资美股 其实并不是投资美国 明白吧 我们投资美股不是投资美国所有的公司 标普500它是一个指数投资 它是不断的对美国前500强的 世界级的公司进行筛选 然后做一个优胜劣汰的处理 一直更新一直更新 投资它的这个标的呢 一直不断的在变化 所以我们投资美股 实际上是对美国 或者说世界500强企业进行投资 那么只要科技 世界的科技在进步 美国的500强企业在进步 那么我们投资 就会有稳定的回报率 这就是为什么美股长生不衰 这个主要因素 美股长线投资是价值投资 短线是零和游戏 我的做法就是 短线投资收益 转到长线账户 持续买入 在过去一年 截止到我录制这一期视频的时间 我的短线收益率是33.88% 我的目标是截止到今年年末 达到40%以上 超过去年的投资收益率 我的短线操作 所有分享都在我的会员频道 感谢你朋友可以加入围观 参考我的操作 希望你可以超过我的收益率 那也祝我频道的观众呢 早日实现财富自由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关注 感谢大家关注